騎士把摩托車直接停在店門口 熟練的打開車廂 開始搬蠟燭 連續兩趟搬了六個蠟燭 放在店門口就加速離開 店家早上開門營業 看到六個蠟燭靠牆邊放 覺得也太奇怪了 有一個男生 他就是感覺他目標很明確 本來以為是人家亂丟垃圾 就是排了然後就走了 是不是要舉行什麼奇怪的儀式 還是說他想要恐嚇我 店家調出監視器 發現放蠟燭的騎士根本不認識 仔細看看男子搬來的六盞蠟燭 燈芯底下是黃色燈油 底部又有陶盆 椅子排開整齊靠牆擺放 看起來很像民俗做法 引起網友討論 這是做什麼法嗎 好像特別共敗的蘇油燈 是有人做功德做到你家嗎 他就要看他是不是有得罪人 這是下降的可能 放六個腳尾燈 這可能就是恩怨守治 就是一種下詛咒 要讓人家心生恐懼 結果民俗專家解惑 居然是擺放在 往生者腳邊的腳尾燈 明顯就要店家不好過 如果覺得怪怪的 直接把蠟燭收起來 丟進垃圾車 再到廟裡拜拜就好 店家也到派出所報警 讓警方從車牌找到 擺放騎士了解動機 記得今天中林智慧 高雄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